2017年布达佩斯游泳式锦赛即将拉开大幕 礼乐奥运会冠军选手及今年各单项世界前三选手都将悉数登场 这届游泳式锦赛可谓全新晦翠 中国勇军也派出了史上最庞大的参赛队伍 孙杨、徐嘉瑜、傅元辉等名将将向至少五个项目发起冲击 还有不少第一次参加式锦赛的年轻选手 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 感受大赛氛围 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做准备 游泳方面的第一项决赛就是男子400米自由游泳决赛 礼乐奥运会上 孙杨惜败澳大利亚选手霍顿 赛后更是遭到了霍顿的嘲讽 但孙杨一直微笑世人 后来谈到这个话题时 孙杨多以沉默应对 就像中国勇队教练说的 还要靠实力说话 礼乐奥运后 孙杨在澳洲进行了长时间的封闭训练 4月份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上 孙杨在400米自由游决赛中游 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3分42秒16 显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而霍顿自理乐奥运后 状态低迷 在几战大奖赛上 甚至都有在3分45秒开外 不少媒体说 这是孙杨最好的复仇机会 出征不达佩斯前 孙杨在香港接受了短暂的采访 在被问起关于霍顿的话题时 孙杨淡淡地表示 只要全力有好自己的就行 正是孙杨一贯的表态 表情坦然但不失霸气 换句话说 孙杨根本瞧不上霍顿 不管是成绩还是人品 霍顿都要差很多 这次400米自由泳的竞争激烈程度 不强于李悦奥运会 除了霍顿 意大利选手德地 日本选手邱野公介都是 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同时 这届市警赛 还赢回了孙杨的好朋友 也是一生之敌 韩国选手朴泰桓 作为韩国的天才选手 朴泰桓2007年 刚出道就斩获了 市警赛400米自由泳冠军 北京奥运会上海市警赛 朴泰桓没有让金牌旁落 但之后朴泰桓陷入兴奋际丑闻 被竞赛18个月 自此 朴泰桓的状态一泻千里 经过长时间的恢复 朴泰桓宣告王者归来 在今年400米自由泳 也游出了3分44秒左右的成绩 韩国媒体称 朴泰桓在训练时 可以游进3分42秒 看比巅峰状态 出征前 朴泰桓表示 400米自由泳 是我要力争游出 最好成绩的项目 虽然竞争激烈 但我准备好了 韩国媒体高呼 打破孙杨神话 需要朴泰桓 从各大体育网站的预测看 孙杨在这个项目上 是当仁不让的冠军 最有力争夺者 孙杨越来越成熟 他的霸气宣言是 唐齐中国勇军大旗 最后一会儿 是